林泽徐的故事 把戒烟堂 广州汇湖路过去有座大佛寺 曾经做过林泽徐的进烟总局 老人们说 他还亲自在那里派发过戒烟堂呢 传说清朝道光年间 林泽徐奉皇上圣旨来到广州进烟 到广州之后 他一面收缴红毛鬼的烟土 一面劝告本国烟民迅速戒烟 交出所长烟灯烟枪烟土烟膏 还成立了一个收缴总局 就在大佛寺门口正式挂出招牌 出榜安民 凡自动交出烟灯烟枪烟土烟膏者 表明其戒烟有心 不咎来历不问姓名赦免无罪 于是许多人都消除了顾虑 纷纷前去缴交烟土烟具 但是有些老烟鬼烟瘾大 三天不吃饭不骄肚饿 一天不抽大烟口水就流得三尺长 周身无力软绵绵好似一条死蛇 进烟总局门口热闹了两天 就没有什么人来了 这是某回事呢 宁子徐查明原由 就叫人配饰了一种戒烟糖 反来叫叫烟具烟土的 不但不究既往 还每人发给一包戒烟糖 这样一来 很多人就彻底把烟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